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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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房人就找不到他了 当时也很着急 因为买房子是老百姓 一辈子应该说能遇到的 很大很大最大的一件事情了 画面中的人就是卖房人朱先生 他说自己不是消失了 也不是反悔了 而是他发现 自己的房子卖的有问题 被中介忽悠了 欺了两份合同 这明明是一份购房合同 上面写的就是65万元 两份合同的话从何说起呢 朱先生说 其实他在和孙女士 签购房协议之前 中介还跟他单独签过一份 委托代理书 那上面的房价是33万 我说你最高人 考虑最高给33万 因为等着用行吗 没办法 买房人朱先生说 最终他只收到33万房款 但买房一房的孙女士说 他出的可不止这点钱 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当时是订的 实际的房价就是45万 朱先生以33万元的价格 把房委托给中介 而后中介把房子 以45万元卖给了孙女士 这一来一回中间差了12万元 实际交易价格 与协议签订价格 中间差着数十万元 不论是买房的还是卖房的 都觉得自己亏了 可奇怪的是 当初买卖双方 不仅都在购房协议上签了字 并且合同上的价格 既不是33万 也不是45万 而是一个更高的数字 65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好 欢迎收看禁说法 朱先生卖给孙女士的这套房 是一套拆迁安置房 2016年 孙家虽然买下了房 但因为满足上市交易条件 双方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好不容易等到2019年 到时间可以过户了 孙女士却被告知 这房子不仅不能过户 还面临着法院的多轮查封 此后孙女士就和卖房人朱先生 以及中介公司打起了官司 官司一打就是三年 这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孙女士买的那套房 现如今他们一家 已经不住在这里了 这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女士作为事件亲历者 讲述了前后经过 谈话刚一开始 她的情绪就颇为激动 父母一辈子买了这么一套房 也是花光了他们的积蓄 然后最后房子也买不到 钱也没有了 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 对不起父母 提起房子的事 孙女士说 她之所以这么难过 是因为当初父母买这套房 完全是为了自己 她说自己老家是河南的 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找了工作 就成了家 因为是家中独生女 就计划把父母接来南京 一起生活 买房也就成了家里的刚需 16年的时候 我父亲想买一套房 然后靠近我 这样以后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所以当时就找了中介公司 买房是件大事 连来带去看房一个多月 孙女士一家有了决定 他们看中的是一套 63平方米的两居室 都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满意 然后价款也是我们能接受的 毕竟买房子这是一笔大钱 我们还是得料理而行 最后我们就选中了这套房子 这套房的价格优势很明显 2016年时 童小区的童库型房子 市场售价都在60万到70万之间 而这套房子只卖45万 一下子比市场价格便宜将近20万 孙女士很动心 但同时心里也有疑问 询问过后 中介是这么答复她的 因为当时告诉我们 这个卖房人可能他也需要资金 去有一些他自己的用处 所以他卖的比较急 价款的话就比周围的 同样的那个房子会便宜一点点 中介给孙女士的答复 经过卖房人朱先生证实 确实是这么回事 因为当时我等着用钱卖 外面也去 我说这没有办法了 我说我现在外面去的债 也确实是不少 朱先生在卖的这套房 是一套拆迁安置房 拆迁时 朱先生家一共分到了三套房 由于在外欠债 他说房子到手后 便决定拿出其中一套 卖了变现 而后他找到中介 要求尽快出售 但有个条件 房子买后 暂时不能过户 我说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五年到期 是那个车型安置房 现在过不了户 他说对就因为过不了户 你现在 我回收你价格比较紧 我说你最高 你炒入最高给33万 我说你33万 刚才两个签了一份协议 当时朱先生和中介签的协议上 主要约定有两条 一 朱先生以33万元的价格 将此房屋全权委托给中介代理售卖 中介最终实际售卖价格 与朱先生无关 二 中介与朱先生签订协议后 先行支付20万元 视为独家代理费用 朱先生不得委托其他中介代理销售 此套房屋 剩余13万 带房屋卖出后支付 这是当初朱先生前期收到中介给的定金后 写下的收条 你卖的多少是你是 我就该拿我的钱 我也不想都要那份钱 双方签订委托协议后不久 中介公司就为朱先生 寻找到了一位异象购房人 也就是孙女士 就这样 一边朱先生急着卖房 另一边孙女士急着买房 在中介的撮合下 双方坐到一起准备签合同 但中介将合同拿出来后 朱先生和孙女士都傻眼了 原因是价格对不上 我们当时是订的 实际的房价就是45万 但是我们合同上面签的是65万 就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 节外甚至的事情 怎么还要加价呢 当时我严备了 我说这个65万 是啥意思 合同上写的价格 比实际谈好的价格 一下高出20万元 孙女士说 当时他人就有点懵 但中介却表示 这上面的价格只是个形式 实际还是按照45万成交 价格这么签 是用来约束朱先生的 他说65万就是 起一个保障作用 就是 他说就是房子你返回 你这个房子不卖 实际上是这样 我说我不可能返回 孙女士听中介这么一说 觉得也对 毕竟房子买后 要等三年才能过户 合同这么签 也是在保障自己的权益 实际就是45万 剩下的钱是属于违约金 如果他要是不把房子过户给我们 然后65万和45万中间的这个差价 是这个卖房人需要赔给我的钱 价格谈好后 接下来就是房子的过户问题 双方在合同上也做出了明确约定 在五年内上市交易期满之后 也就是2019年 朱先生要配合孙女士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至于房子要等三年后才能过户 孙女士说 自己当时还真没当回事 买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我人都已经住进去了 我肯定就不怕这个房子跑掉 过个两三年 就是想着时间一到就可以去过户了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不能立即过户 孙女士说 自己当时也没支付全部房款 孙女士提出 先支付43万房款 剩余的2万元 等到房子办理过户后再支付 对于孙女士的提议 朱先生也觉得合情合理 表示同意 就这样 双方商量好细节后 最终签订协议 为表诚意 朱先生当场拿出房子的钥匙 和相关手续 一并交给了孙女士 跟他签订合同之后 然后还把一些购房的发票 凭证什么也给了我们 房子也在我们手上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没有太大问题 就这样子就买了 而后按照约定 孙女士先支付了 1万元中介费 紧接着又将43万元 购房款 分两次打到了 中介指定的账户 中介收到钱后 也给朱先生转了账 但金额不是43万 而是31万 总共是给我31万 房子卖给他33万 33万还一年 就等一家等房子购户 合同签完 钱付完 孙女士一家住了房子 但在这次购房交易中 买卖双方都不知道 中介从中吃差价 赚了12万元的事 零要过户 卖家变卦 他也知道这个房子 他买了一桑桑 再找中介遭遇推诿 这也是让我很生气的 一个事情 他好像拿完钱之后 拿完中介费之后 就不管了 素质法院不料案子再生变 被法院将房子进行了查封 而且还不止一起查封 购房合同无法兑现 如何维权 阴阳合同引纠纷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中介从朱先生手里 收房的价格是33万元 卖给孙女士是45万元 这一转手赚了12万元的差价 可买卖双方 对这事是一点不知情 如果仅仅是被中介赚了差价 也还好说 维权便是 但孙女士怎么也没想到 2019年 眼见房子可以办理过户了 不仅朱先生变卦 房子还出了问题 2019年 孙女士再次找到中介 让他们通知朱先生 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但得到的答复却是 朱先生要加价20万 但是卖房人这时候 就不肯跟我们过户了 并且提出了很多 就是无理的要求 让我们加价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已经是跟他说好了价款的 情绪不能解决问题 孙女士冷静下来后 拿出当初签订的购房协议 仔细查看 想从上面找些依据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上面的第四条明确写着 无论此方升值还是贬值 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和推翻此协议 甲方不得另行要求乙方 给予任何经济补偿 更不得以任何原因 不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第八条 也再次对过户事宜作出约定 在双方约定到期 办理产权转移时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 和提供相关手续材料 不得刁难一方 和另行提出无理要求 我真的很气愤 因为如果他要是 不把房子过户给我们 然后65万和45万中间的 这个差价 是这个卖房人需要 赔给我的钱 我不明白为什么 最后还是需要我来 把这个钱 补给这个卖房人 鉴于协议内容 孙女士再次找到中介 让他们帮忙协调解决 但是中介表示 在整个房屋买卖过程中 他们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至于卖房人变卦 他们无能为力 确确实实达成了一个 包销的一个协议 而且这个约定是 也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 作为一个包销协议的 一个相对方的一方主体来说 他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中介的这个说法 孙女士不能接受 他说中介既然收了中介费 理应负责到底 这也是让我很生气的一个事情 他好像拿完钱之后 拿完中介费之后就不管了 他应该是监督这个合同 就是能正常旅行的这一方吧 至于卖房人朱先生这边 为什么变化 说到底 他是看着三年间房价上涨 觉得自己亏了 我说这个房价买得太便宜了 我当时他怎么说的 他也知道这个房价买得上涨 卖房人反悔 中介不管 孙女士无奈之下 将梁哲一并起诉至 南京市七峡区人民法院 要求朱先生履行协议 中介承担连带责任 起诉时 孙女士表示 关于这份购房协议的法律效力 自己有些担心 原因是这房子本身 是不满足上市交易条件的 对此法官做出了解答 买卖合同的效力 在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 还是予以肯定的 只不过这份签订的合同 相当于取得了一种 预期的一种权利 就是我作为购房人 我支付了房款之后 那么我可能默认 我负担了一个义务 就是我要等待 等待五年的期满 我才可以取得这个房屋 就完整的不动产权 那么在此之前 我可能只有一个使用权 法院立案后 孙女士在律师的帮助下 对所购买的房屋 申请财产保全 法院收到孙女士的 财产保全申请后 对房屋情况进行查询 这一查 孙女士彻底傻眼了 查询结果显示 这套房子不仅无法保全 而且还涉及多个案件 在网上处于查封状态 由于房子仍然登记在 朱先生名下 在他的债务纠纷中 这套房屋作为其名下财产 已经被法院查封 这下孙女士想要过户的事 彻底没戏了 她所面临的情况是 钱花了 房子却不能归她所有 就像是五雷轰顶一样 房子好像也不属于我们了 因为她也没有过户给我们 随时可能被法院拍卖 我们就无家可归 就是真的是 找哪里去说你 没想到一辈子买一个房子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孙女士一家的目的是买房 既然房子已经不可能办理过户 她和家人商量过后 决定撤销此前要求朱先生 履行合同的诉讼 而后另行提起新的诉讼 诉讼朱某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 并且赔偿损失 同时主张中介公司 对于返还房款赔偿损失 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此次诉讼 孙女士仍将中介一同列为被告 原因是她在第一次诉讼后 和朱先生微信交流时 得知了中介从中赚取12万元差价的事 这是他们二人当时的对话记录 朱先生对孙女士说 房款签的六十几万 当时有点不舒服 但需要用钱也没说啥 孙女士则表示 自己遇上了黑中介 让他们给坑了 他跟卖方人定的价格 和跟我们讲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我们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买一个房子也是很相信中介的 还要付了中介费 最后就是好像他在中间做了猫腻 然后赚差价 中介有很大的责任 孙女士认为中介作为居监方 向他隐瞒房屋真实出售价格 应当退还差价和中介费 并且朱先生和中介还要一同赔偿他 三年兼因房价上涨带来的损失 真的是房价涨得太快了 买不起了 实在是买不起了 也没有能力了 因为他的过失 我们现在以后就买不起房子了 存钱买房 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孙女士主张赔偿部分的金额是四十万元 加上之前购房的四十三万和一万元中介费 他要求一共退还八十四万元 我就想着公平的话 那就是你把这么多年的差价你补给我 让我还是可以再买一套房子就行 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法院立案后 法官经过与原被告初步沟通 发现双方分歧很大 问题集中在以下三点 第一 这个房屋是否应当进行解除合同 因为房屋已经交付给原告了 是有原告正常的居住的 是否应该解除 第二 如果解除 那么这个返还房款 有谁来返还 第三 如果说返还房款之外 来赔偿这个损失 损失的金额应该有多少 怎么来确定 因这套房子还牵涉其他两起案件 而另案当事人 此前也都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要求拍卖房屋拿回钱款 鉴于此种情况 案件审理需综合考虑 但眼下还是得找朱先生 让他把这里面的事说清楚 房子牵出案中案 碰到以后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 随着房子嘎了一声 一封缺失的谅解书 成为查封关键 一套房子三个债权人 孰是孰非 案子如何解决 阴阳合同引纠纷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法官和朱先生沟通过后 关于房子牵扯到的另外两起案件 他承认确有歧视 一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的交通肇事案 另一件是发生在2017年的追偿权纠纷案 两场观测的结果最终导致孙女士 购房无法过户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2015年南京交警出具的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里面涉及到的人正是朱先生 事故发生经过一栏中是这样写的 2014年11月2日 朱先生驾驶小客车 在某道路上 由北向南行驶之路口处 寓意张姓女士 骑自行车之路口 两车相撞 张女士倒地受伤 朱先生驾车逃逸 朱先生说 当年出这个事故 是因为事发那天自己喝了酒 我那天晚上从公司喝了酒 开车回家 因为刚刚小区搞精神 严密什么路灯 严密红路灯还没关号 我开车 估计速度也要开得快 朱先生回忆 因为喝了酒头是晕的 开车到路口没注意来往行人 事故就在瞬间发生了 但当时自己迷迷糊糊的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撞的人 碰到以后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 吹着反正嘎了一声 朱先生回忆 那晚他因为实在喝得太多 以为只是车刮到了东西 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撞了人 到家后酒劲正浓 他便睡下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 警察打来电话 这才知道头天晚上出过事 他说你赶快过来一下 你这个把人转去了 但现在人还在急诊室 我说的情况 我已经叫我儿子去了 带了几万块钱过去 经检查 车祸导致张女士 十一根肋骨骨折 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最终 朱先生被认定 对事故负全责 张女士出院一年后 表示自己的眼部 头部 均出现问题 多次到医院就诊 症状为事物模糊 伴头部异响声 他认为这是车祸 所引发的后遗症 2015年 张女士将朱先生 起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其医疗费 等各项损失 共计人民币42万元 这是当时的赔偿清单 作为被告 朱先生不认可 我肯定不会认可的 当时你在医院严密 也说是医院 现在是一年了 你说打电话 说医院有毛病 我怎么可能认可你呢 这起案子 2016年经法院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中 对结果有明确记载 被告朱先生 赔偿原告张女士 因本企交通事故 造成的各项损失 共计15万元 此款于2016年2月5日前 给付3万元 2016年5月30日前 给付5万元 2016年10月30日前 给付7万元 被告如有一笔款项 未按期履行 原告可就剩余 全部赔偿款项 申请强制执行 同时被告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10万元 此后按照约定 朱先生先后支付了 前两笔款项 但在支付最后一笔7万元时 双方冲突在起 而这也成了后来朱先生 房子被查封的导火索 等于最后一笔7万块钱 等于是没有到期给他 给他我说 你把链接书写给我 链接书其实 如果他能写了那份链接书给我 我就不需要判施行 我就可以判缓刑 链接书很重要的 他就不肯写这份链接书 一方要拿钱才写谅解书 另一方则要见到谅解书才给钱 最终双方也没能谈拢 根据此前生效的调解书 张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朱先生偿还他7万元赔偿款 和10万元违约金 共计17万元 朱先生这边因拿不出钱 名下房子被查封 查封的正是他之后 卖给孙女士的那套房 朱先生卖给孙女士的房子 无法过户 孙女士在买房过程中 更是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 买房是件大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作为购房者能做些什么 预防风险的发生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那么怎么来预防风险的发生呢 我们知道我们法律规定了 对不动产规定了一个登基制度 我们买售人交易之前 首先第一个要去查 这个不动产的登基部 有可能出卖人的这个 发物所有权上面 发物上面设有抵押权 担保了别人的债权 等等这样的现象呢 实际上都会体现在 这个不动产的这个登基部上 根据我们明发点的规定呢 不动产登基部和这个产权证书 如果记载的不一致的 是以不动产登基部为主 所以呢我们不能紧紧的去看一下 产权证书 然后就相信对方能够这个处分 能够给我们办过户登基 所以大家在不动产交易之前 一定要做好这个调查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发物呢确实是合适的 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呢 过户之前我可能只付一部分 甚至呢我们可以即便前面付的 我们可以找这个银行进行接管 在完成过户以后 银行再把这个款项解冻 然后划给这个卖方人 如果我不能那个 获得发物的所有权 那么我就可以把缺款退回 不会受有损失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实际上我们明发点赞 规定了一种叫预告登基制度 就是我如果签订发物买卖合同 但是呢现在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办法过来正式过户登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进行预告登基 然后根据明发点这个221条的规定 如果完成预告登基以后 这个时候呢不动产的权利人 就是出卖人了 他就不能再处分 不能把罚子再卖给别人 就会使我们这个权利得到这个保障 这是第三 第四一种呢其实明发点还规定了 多种的担保制度 如果我们在跟中介公司 潜艇相应的担保保证 比如说不能过户的时候 由中介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也可以得到我的这个保障 至此交通事故中的张女士 买房子的孙女士 都等着朱先生还钱 但是除了他俩之外 朱先生还有一笔外债 也跟这套房子有关 那起官司又是怎么回事呢 孙女士买的这套房 最终又该怎么办呢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